那你有沒有特別想要挑戰什麼角色 可是還沒有找上 其實當職業演員的話 就不大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當然想演外星人 只要是劇本有意思 我都會很願意 其實還有最近都會演不同專業的 農夫 醫生 然後之前有演劇本 所以我還蠻要嘗試不同的職業 那你是怎麼調整你自己的先進 就是在角色跟角色之間 其實我每 我過往的角色裡頭都是這樣 就是都沒有一個是一樣的 對 就是都差別很大 對我來說這其實是沒有什麼調整的問題 就是因為劇本有一個情境 你只要投入那個情境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就會完全不一樣 那你當初就是為什麼會想要就是 就是就讀戲劇系 高三的時候開始玩樂團 然後我就開始不想念書 因為覺得說 念這些教科書沒有意義 對我來學 就開始叛逆這樣 那也不是叛逆 只是開始比較有一點醒來這樣 但是我高一高二成績很好 所以我就去輔導室 高中的輔導師找收那些就學資料 然後就找到有一個 叫做國立藝術學院 他不用考數學 那我就說欸好那不考好了 好像蠻有意思的 我就去考 然後就考上 我高三後來被留級 是同時學理去練大學 所以我高中美業 一開始也是誤打誤撞 然後那就是怎麼就是堅持下來 然後到現在就是那麼努力 然後成為一個很厲害的標語 其實堅持的部分當然有 可是其實是好像演一演 就欸別人會說欸你不錯了 你可以演 然後那就好吧就再演吧 那就有人找 那就好吧就再演 就其實在最辛苦的時候都 還是有人陸陸續續找你演戲 那你就不太容易放棄 因為你是在累積嘛 你知道你每一次你就累積一次 其實如果說堅持的話 其實是自己那個 想要變好的那個心願 那你未來有沒有想要嘗試說 演員以外 就是什麼能當製作人導演啊 編劇之類的 我有在跳舞 我有跟一個 就是台灣的一個 舞團 叫標舞劇場 在合作 2010年就跳過 他是一次表演者 但是至少不太一樣 至少是舞政府 那今年我又跟他們的團長 又在合作一個案子 後來開始跟那個 馬之風暴的導演跟編劇 小力秀導演跟黃天明 一起戲劇本 那像是舞台劇 電視劇跟電影 就是他算都是表演 那你自己有沒有偏好 就是演出哪一類的 沒有 如果說要當一個職業演員 就是要靠這個過活的話 比如說你是 就是可以去代言 然後幹嘛 因為我沒有這個部分的業務 你知道嗎 那對我來說 最適當的就是說 我都要參加 就對我來說 是蠻身心平衡的 那一年之內有舞台劇 有一個電影 或是有一個電視劇 這樣 因為他步調都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因為電影或電視是很緊張的 每天早上去 然後開始拍拍拍拍拍 然後睡覺睡幾個小時 起來都拍拍拍 那舞台劇你就可以 去排練 去等於是要做研究 因為去那邊 開始研究啊 怎麼做 電視電影現在是上 沒有這個世界 那台灣的看劇市場 跟中國的那種觀眾 有什麼不一樣 就很不一樣 因為 他們那邊有戲劇傳統 就是說 他們那邊 從金劇 後來 中華共產黨 就開始把戲劇 成為一個 他們當的某一種 宣傳的方式 對 那他就變成說 大家都要參與 每個地方都有文通對盟 那他就是有一個傳統下來 所以說 大家實際是習慣去看戲 是我的感覺 其實他們對於戲劇這件事情 是很熟悉的 以前台灣非常小眾 現在開始慢慢發展起來 但是他在那邊 每一個大城市 都有大劇院 所以那個 差別很大 那看到台灣 就是現在慢慢發展起來 有沒有一種默默欣慰的感覺 沒有 沒有 我覺得 觀眾的這件事情 就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 一個合作關係 就是我眼你看 我眼你沒 你沒看的話 我們也白搭嘛 或是你想看 我們也有人演 就是一樣 所以 我覺得這個 關於戲劇這件事情的教育 其實是 必須 很長期的根植 從最小的時候開始 或者是現在 在看戲的群眾 能夠 這有點嚴重 比如說 多看一點什麼 而不是只是想要娛樂 娛樂是最基本的 可是在最基本之外 我們能不能長出一點什麼東西 就是比如說觀點 就是說 因為戲劇這件事情 最有趣的時候 每個人都可以評論嘛 我剛剛看的戲 你剛剛看的那個 好厲害 金牌那麼太好看了吧 那個鳥 最後他演什麼 那個看不懂 你知道你就是可以 你可以有評論 那有評論之後 發展出觀點 你就跟每一件事情一樣 你去看 對每件事情都 產生一個觀點的話 你就會比較知道說 原來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能是 關係這件事情 可以給每個人 帶來更正面 或是更有發展的事情